2013年5月 美国休斯顿原始点讲座学员 感冒尚未痊愈且三天前落枕 两天颈部疼痛难以转动 听说落枕用温敷可改善 所以自己临时用塑料杯装热开水温敷 结果杯盖却不慎爆开 烫伤左颈部延伸至左前胸肩及上臂 患者即可脱出外衣 先以冷水冲淋烫伤部位 然后涂抹油膏 结果依然非常疼痛 不得缓解 烫伤后30分钟 烫伤部位红肿 刺痛有灼热感 左锁骨位置上 以起水泡 进行第一次按推头部 颈部及上背部原始点 并温敷原始点于烫伤部位 喝姜汤 烫伤后一小时 烫伤红肿部位面积范围 缩小剩约50% 且水泡缩小 红肿退去 皮肤变成较淡色的微红 进行第二次按推 并持续温敷 疼痛感减轻 烫伤后两小时 烫伤皮肤持续好转 且红色范围大幅减少 进行第三次按推 并持续温敷 疼痛感减轻很多 烫伤后五小时 脑枕几乎痊愈 静步已可正常转动 烫伤皮肤95%恢复正常 且不再感灼热与刺痛 原水泡消失 只剩小小红斑块 五小时前 处理后 直播剧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